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我是摄影师张千里 街拍365这个第一次的活动 据不完全统计的 我从微博、Facebook、Instit上面 收集了将近5000张作品 Facebook的小组有将近500位成员 参与的热情大大出乎我的意料 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 大家不光会响应我这个活动 我自己感觉到 而且是真正是喜欢街头摄影 讨论的热情非常的高 我们也会在后面的持续的推出各种街拍活动 请大家一定要持续关注这个活动 另外我们也迎来了第一个赞助商 这一次可能不是实务的奖品 有点失望对不对 但你先听我讲完 我们得到了地铁云窗的赞助 会在北上广深的十几个大城市的地铁站里面 会展示大家的作品 只要你找到地铁云窗的电子屏幕 留心看街拍365是不是在上面 如果看到我 欢迎把我抓拍下来 后面街拍365的优秀作品和摄影师的名字 也会出现在地铁云窗的广告屏上 让这么多城市的人民都能够看到 想想就有点小激动 所以期待你的照片的加入 对了 也欢迎其他的赞助商联系我们提供物质奖品 今天最主要的内容 是来看一看第一期活动的精彩作品绘总 我想说的是 我们身边原来就有这么多的街拍高手 指示大家不认识 没有什么机会看到他们的作品罢了 街拍365这个活动 就是为街拍爱好者提供一个被更多人认识的机会 第一期的活动主题是交通工具 很简单也很常见 我正是想通过这样的一个话题 看看大家对日常生活到底有多热爱 这个命题首先是交通工具 汽车算 飞机轮船火车算不算 当然也算对不对 自行车算不算 也算 马算不算 有可不可 缆车都可以 拍摄交通工具本身是一种简单直接的思路 拍摄交通工具里的人物的状态 是另外一种思路 拍摄人与交通工具发生的关系 或者是故事 也是一种思路 总之 思路不能被交通工具这四个字限制住了 在这么多照片里面 我挑了一些 简单做一下点评 首先是阿诚二这张照片 在重庆拍摄的 可以看到江边有很多黄色的汽车 可能是出租车 停在那边 然后规模非常的大 也很好看 很壮观 那么它是透过玻璃去拍摄的 正好旁边有一个人经过 人的黑影挡住的这个部分 正好就是它没有反光 所以能够透过玻璃看到后面的这些出租车 两侧带有反光 就会反射到路面的一些情况 我估计这个就是在江边更高一些位置的围栏 江边的那些围栏 利用它来进行反射的 对地方看起来有点眼熟 那么这张照片我觉得最好的一点 就是它增加了一个悬念 它不是直接去拍摄的 因为直接去拍摄的东西 它比较一目了然 就没有太多的想象的空间 但是透过了玻璃去拍摄 它有反射 它有透过 它有影子 它有色彩 它有一些形态 那么这个看起来就相对来说会丰富很多 其实这张照片当初我转发出来之后 也有很多人引起了讨论 到底是怎么拍摄的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因为当你看到一张 你不知道怎么拍摄的照片的时候 你自己想着去琢磨一下 它可能的拍摄的一种方法 或者说当时的环境是什么样子 以及摄影师的想法是什么样子 那这样子的一个操作 如果你分析的非常正确的话 那你下回碰到这个场景 你也能够拍出类似的照片来 所以我把这个叫做复盘 对吧 我们一直在他山之石里面 会跟大家去强调的一个事情 就是复盘 让你不在现场 甚是现场 第二张照片呢 是这位网友叫做班门弄斧LJK 这张照片是发在微博上面的 当时第一眼看到的时候 哇 超级乱的一个街头的场景 一个瞬间 但你仔细一琢磨发现这张照片 就非常的有意思 它划分了很多的空间 比如说在画面里面 非常醒目的那个反光镜 它里面反射出一个坐在轮椅上的老人 这个部分 然后呢你会看到它的左侧有一个 推着婴儿车的人经过 在上方呢还有一台黑色的轿车开过 轿车里面 不管是坐在后座的小朋友 还是在副驾驶的那位女士 她们这些表情啊状态啊都有很多 可以去琢磨的东西 就是街头上面的某一个瞬间 所形成的特别有趣味性的 同时呢在反光镜的右下方 还有一只脚伸出来 好像是在给这个整个 非常拥挤的画面里面呢 又做一个支撑 因为右下角的这个三角形 比较亮 看起来会比较的空一些 但有了这个脚之后呢 就完全不一样了 就非常的紧凑 非常的饱满 这张照片初一看呢 就真的是非常混乱的一个场景 但你实际仔细一琢磨 你会发现街头不就是这样吗 这么丰富多彩 并且它在画面的组织上面 这些元素的构成上面 画面的几个大的区域的布局上面 都有很好的一个考虑 其实我觉得真的是非常不错的 一张街头摄影的作品 如果你喜欢复杂构图 你喜欢那种不那么简单的照片 你会喜欢这样子的东西 好我们再来看一张照片 这个也是发在微博上面的 作者叫做LB先生 这张照片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 首先呢 主体的这个小朋友 抛起了一个足球 这个足球的位置 正好呢 是在地面的几道线的交界点 这个点的位置 插得非常的好 然后小朋友的神态 张开的手 然后胯开的脚 都是看起来有一种 运动上的那种美感 很舒服 然后另外呢 就是还有一个小朋友 骑着自行车 在一条线上面 他的车头是朝着这个足球的 这个地面上这条线的交点 所以这样子看起来呢 这个画面呢 就非常的舒服 并且这张照片 他拍的时候呢 没有非常的水平 是歪的 那么这个歪 我觉得就是特别的好 为什么呢 因为他通过这样的一个构图 在画面的右下方 又加入了一个焦点 这个焦点呢 比较大 并且呢 他在视觉的重量上面 就会起到一个非常好的平衡感 如果这张照片是按照水平方向去拍的 这个地面上这个焦点 很有可能是拍不到的 你就会发现 右下角 就会出现一大片空白的地方 那么这样子看下来呢 作者对于这个瞬间 位置 动作 状态 引导线 视觉重量 都有一个非常好的控制 包括色彩 感觉也都非常的不错 所以这张真的是一个非常不错的照片 好我们再来看一张照片 这个是贴在Facebook的 街拍365的小组里面 那么这位作者呢 叫做W街拍 这张照片呢 是在一个公交车里面拍摄的 那么 虽然人很多 但是我们的视线 只会落在两组人身上 第一对是 在前景虚化的 年纪稍微大一些的夫妻 男的有一些秃头 所以呢 看起来就 特别的醒目 虽然他不在焦点上面 第二眼我们能看到呢 就是 脸朝着镜头的那两个人 他们的状态 会有一些呼应 就是 这两个人和那两个人之间 他会有一些呼应 但其他的人呢 好像跟我们这个画面呢 关系不大 但我们的视线 也不会太去注意这些 其他的人 所以整个画面看起来呢 视觉中心还是比较明确的 那么 只是缺点呢 就是那两个脸朝着镜头的人 他们的状态呢 不是特别的明确 也不是特别的 视觉上不是特别的好看 所以这个是需要在拍的时候呢 要再去注意一下的一个地方 那么色彩方面呢 很鲜艳 然后呢 因为车里面的人工光源 可能也不是光线质量特别好 看起来就是颜色稍微有点点怪 那么 这个可以通过一些后期的方法 让它显得不要那么的轻 不要那么的艳 也许会更好一些 还有呢就是右侧的窗外 如果说能够有多一些的东西 然后背景呢 稍微亮一些 然后地面有一些霓虹灯的反光啊 或者路灯照亮的地面啊 那么可能就是这一块 不会显得那么的黑 如果外面也有两个人的话呢 那你就有三组两个人 那这个看起来就会更加的丰富 这个更有意思 好 我们再来点评一张照片 这个同样是来自于Facebook的小组里面的 作者呢叫做ET10 这张照片首先第一点 构图非常饱满 黄色呢也显得非常的抢眼 所以呢它很容易在一堆照片里面去跳出来 那么第二个呢 是这个照片里面有很多作者精心去控制的东西 比如说 这里有五个人 第一个在窗前最大的这个人 脸巢的镜头 他在一个车窗的框里面 第二个司机 他的脸是在车门的缝隙里面露出眼睛 脸虽然不完整 但是我们还是能够看得到它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 第三个是趴在远端的车窗上的这个人 他的脸也是完整的 第四个他在侧面还有一个人正好在那个三角形的窗里面 这个脸基本上也是完整的 这四个人 第五个人没有露脸只露出了一只手 并且这只手的位置呢 会让整个画面显得非常的平衡 因为如果你去掉这只手 你会发现整个照片里面 右侧稍微少了点东西 左侧会显得很重 那么现在加上这个手 那重量上就平衡了 并且呢 它的皮肤的质感 手上带的这些手环手链 也能够增加一些当地人的这种服饰上面的一种特点 所以我觉得这张照片也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好最后呢我选了三张照片 作为本期的获奖作品 奖品呢为价值138元的 原来这么拍超越构图的书 以及价值449元的配套的视频课程 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这几位获奖作者联系发奖事宜 而对了我相信一定会有一些照片没有被看到 或者统计进去 请大家在发帖的时候 一定记得打上两个活动的tag 节拍365和这次活动的tag 并且at到我 这样呢我才能在收集汇总的时候 不会遗漏你的作品 那么下一期的活动呢已经开始招募 主题是我的城市 优秀作品将会开始在地铁云昌摄电子屏幕上 向全国人民进行展示 等你哦 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就差不多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这样子的一个节拍365的形式 喜欢我们这种去展示大家的作品 以及点评大家作品的这样的一种方式 那么欢迎给我们点个赞 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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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